死皇帝被诸侯帮篡位后,在红牙上写一杂体讨伐习文,因千古迷。 1995年,一则百万悬赏消息,被新闻界报道之后,轰动了海内外,一时间众说纷纭,有人认为这是炒作,有人认为这无可厚非,这场热议的焦点是远在我国西南腹地的。 贵州省安顺观岭不宜苗族自治县,一个很贫穷的地区,竟然能有如此大的手笔,这是为了什么呢?原来,这是为了一个至今无人能解的天书之谜。 在观岭不宜苗族自治县晒下山上,有一处神秘景观,不知是谁,在一面牙壁上,留有一处用铁红色颜料书写的碑文,其字大小不宜,参词拍脸,似转飞转,也非甲骨文,神秘而优美。 当地百姓时代相处为天书,此处也因此而得名红衙天书。 数百年来,红色颜避上那些鹤红色的神秘符号,非雕非刀,了无刻痕,经数百年百年风雨波时, 却能依然如骨,色泽似心,似乎蕴藏着无穷怪异,穿越时空的非凡异议。 长期以来,相关专家,学者为破译天书分治踏来,对天书的解释也层出不穷, 但都没人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,为早日破译神秘的红衙天书, 观领布一族苗族自治县,这才开出一帖梦幼,悬赏一百万元征集破译密码。 关于红衙天书的最早文字记载,是在公元1500年前后, 那时红衙天书被人们称为红颜碑,据贵州图经新智记载, 红颜石,在永宁州西北八十里,山间居民, 监门洞中有铜骨声,或沿上鸿光如火, 则是年必有丈力,是传以为诸葛亮武侯驻兵西谷之所。 据介绍,红衙天书的发现者,并非地理学家,考古学家或探险者, 而是一位古代诗人,明代的贵州基文人邵元善, 在油沾碗水之鱼,写了一首红衙诗。 由此,天书被诗人所知,使学家,考古学家,随之蜂拥而至。 虽然红衙天书发现至今已有数百年,但这些四话如字的古怪符号, 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外史学家,对天书的破解,可谓是众说纷纭, 莫中一世,因为当地有孔明堂、孟霍屯、观所灵等, 与诸葛亮南征有关的传说和遗迹,有专家便把它说成诸葛五侯碑, 有人根据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为遗人所作图谱, 认为红衙天书是诸葛亮教遗人所作图谱的遗迹。 还有人从地理环境去考证,认为下雨治水时饮黑水三威, 治水成功之后课时已纪念,这个三威就是红衙山, 红衙上的石刻便是大雨济宫的遗迹。 还有人从民族学说演,认为红衙天书是少数民族文字, 也有人认为这不是什么文字,而是石头的自然花文, 而近期,更有人大大提出红衙天书与明朝建文帝有关, 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经过九年考证, 认为红衙天书谜底为四字答案,是建文帝的讨厌洗澡。 林国恩认为,建文帝在被燕王朱蒂篡位之后, 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,隐居于贵州的山谷之间, 在躲避了数月后,建文帝很想号召陈明,支持他推翻朱蒂, 但苦于自己单身立故,便想出了这么一个讨伐朱蒂的习文, 让随从以金文的遍体加上撰体、立书、象形文字、草书以及图画的形意, 综合成一种杂体,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写于红衙之上, 将红衙天书破译为明朝建文帝所写。 这一结论在海内外的学术界,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, 因为很多人猜测建文帝失国后,很有可能逃到贵州紧居, 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,确实让人信服,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少。 也许,红衙天书的真实面目,就像历史长河当中的很多不解之谜一样, 都会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,留待有缘人,留待后人研究品评。